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个地方很多投资人可能在期待 我说空手的你要进来对不对 再等它拉回 但是如果没有拉回这个地方 我说个股表现嘛 大盘迟早会做一个整理 我一直跟大家谈空手的你要进场啦 外资包括今天大概买了1000亿了 那大盘明天星期三做选择选结算 那这个地方明天有可能会拉回 那拉回的话这里还是多头 第一个我要跟大家谈的是 这里形成一个黄金交叉 月线跟季线双重的支撑 而且月线向上穿越季线 这个是一个什么标准的多头架构 而且往上涨的时候成交量出来了 我之前认为16000没有这么快突破 对不对 但是量出来了就有机会突破嘛 因为这个量出现3000多亿啊 所以往上突破 那年限呢 它现在也提早翻阳了 那之前在这个地方 这个量出来了 所以1万6突破了嘛 那这个量价奇洋 黄金交叉代表什么 代表是一个健康的 标准的多头架构 那我们这里再看一遍 这里稍微拉近 那明天或者下礼拜 如果拉回呢 这里都是买点哦 其实这三天也是买点 那问题是 你买什么股票嘛 大家记不记得 我之前一直跟大家谈到AI股 那我今天标题写呢 我们今天会好好的谈AI 还有旅行社的旅游股 那另外呢 生技小兵 美食 那这些都是我们从4月底 一路到现在 那今天报纸呢 头条写什么 AI 花旗环球 喊买进 看好私心 跟创意嘛 那4月底到现在 我们怎么跟大家谈 尤其前几天大涨 说这里往上走怎么样 不要去追嘛 那你一样在找 有没有AI的股票 在低档可以买的啊 就跟在这个地方 跟这个地方切入一样嘛 那这里涨一段了 涨一段了 它本来就是要整理 它建议继续涨哦 但是我建议不要追 那创意也是一样啊 一个头肩底架构对不对 那是往上又创新高了 当时我怎么讲 我说还有一些股票呢 这同样是AI 它刚刚起涨啊 我说你要跟上嘛 那买这种起涨的股票 是比较安全 它要避陪追 结果呢 它今天涨上41块啊 是往上走了 那我讲是不是在这里 我们昨天又进场了哦 昨天进场今天又马上赚啊 是不是创新高 是机会都在 那就41块嘛 那大盘今天整理啊 横盘啊 昨天也是横盘啊 但是横盘的时候这些股票 它就往上走嘛 我跟大家谈到五月 小兵力大功对不对 整理盘你要超前部署嘛 大盘在震荡 它跟大型股有关系 但是小型股呢 你一档一档做嘛 所以我说空手了 你要进来啊 是一天马上赚 等一下可以四来一档啊 那是我们刚起涨的 至少相对比较安全嘛 都是买点啊 那之后有没有出手 我给大家看一下 我们今天不断的在做什么 有一些股票 再做一个买进 那有一些股票 再做一个获利减码 这昨天五月二十二号 六百三到六百三十五 有没有六百三到六百三十五 买进对不对 五月二十二号 能不能成交 平盘六百四嘛 收盘六三七嘛 六三十五到六三五 全部都可以成交嘛 这昨天啊 那建议是马上赚 六三七平盘上去啦 今天是马上四十一块 那你在这里 在这里去切入 是相对比较安全 同样是AI嘛 那AI之前呢 创意在这里 在这里也提醒大家 对不对 包括四星 我们在这里 在这里也切入嘛 创新高啊 可是你看到大盘 他是不是在这里做整理 刚刚突破嘛 可是这个涨多少 一波又一波啊 所以我说重点在个股嘛 小兵力大功 那你说这个是高价股 那旅行设施低价股啊 那这一档是中价位的啊 这也是没多久的事情 这无严嘛 不是真正有出手 九亿小兵力大功 对不对 是上去了 是上去了 创新高嘛 能不能赚 从135 145 到155 今天也退去啊 那我们今天呢 我们看这里 我们今天一辉王呢 赚三成 先卖一半 那我说我最近都在做什么 不断的往上调节 同时不断的逢低买进 我们再看一下呢 这是5月16号买进一飞网 这35到36 那这45到46 35、45、是不是三成 三成嘛 先卖一半啊 那其他旅行这也一样嘛 你第一买往上 三成就先减买一半嘛 那还有什么 新鲜 对不对 已经赚二十几块了 我们最近会看状况减买 往上卖 对不对 AI概念股 今天大气嘛 那时候涨35 收盘是涨41啊 那这个续报嘛 那刚起长 像美食赚八十几块啦 目标到了 我会减买获得出清 赚八十几块了嘛 这什么会员 这是当股会员啦 赚八十几块 旺旭今天涨了嘛 是利息赚 利息赚啊 没有追价嘛 是没有追价 这M31低买 低买是马上走了 那之前的AI M31嘛 创意也创新高啦 世新也创新高啦 那我一直谈什么 最大的重点在哪里 往上涨 不要追 那好好的再找一些股票呢 红低买 那同样是AI 它在轮涨 那同样是旅行社 护山 五湖 包括伊辉王 也在轮掌 那生技小兵 跟载板也是一样 那这个地方呢 我说空手的 你要进来 一档一档去操作 逢低买 我说跟着我做 我绝对不会带你 去做追价的动作 但是呢 空手的机会来了 你务必要把握 那重点是你要买对股票 那你需要是真正 能带你赚钱的老师 我们今天 有网上获利解码的 也有红低买进的 你要跟上 修行一下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你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动乾坤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信 拥有三十年股市 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波段操作 所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 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 事故在线02-2752-5868-2752-5868 城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 主力作手 勾结坑沙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带进一定带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带进一定带出 城东斗铺 拥有股票 奇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健获利 无往不利 城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2752-5868-2752-5868 欢迎回到现场 上半场谈了一些我们最近的操作 我们风低在布局 我们昨天今天都有风低进场 那我希望您跟上脚步 那往上呢 我们也在做一个获利了结的动作 那一档一档做 那重点是什么 第一买 让法人抬轿 从4月底开始呢 我们就跟大家谈到 剩技股的美食 那还有载版 新鑫 那到目前为止呢 新鑫还在涨 美食今天也还在涨 那你看一看K线 美食今天往上走了 从K线的角度 会不会创新高 如果你懂K线的话 应该会创新高嘛 从4月底这个地方 到今天这个位置 100块 4月底你在做什么 我说如果时光可以倒流 你可以很轻松的赚 我一直谈到轻轻松松 借鉴 100块 新鑫也是一样 那你说这些涨到这里呢 还有没有股票 像这样可以低档可以买的 那我下一段也跟大家谈过 AI的股票 包括最近的M31 6643 包括低价股旅行社的 那一辉王今天赚三成呢 我们也解码嘛 那一档一档做嘛 那你回顾过去 这一档4月27号 美食 能不能赚 包括新鑫 新鑫这一档呢 我们直接摆明了 没有盖牌 一个大的底部区 四月底 五月车 你在走开的时候 亮出来了 往上走了 谁敢买 谁敢再买 四月底 谁敢买 很明显的 一定是大咖嘛 三大法人都在买 买新鑫 回到起掌点 主底十个月 我看到了 法人也看到了嘛 我说我最了解法人在布局什么嘛 包括最近 M31 今天是不是去四十几块 美食这四月底啊 这时 我们稍微对照 我说你是不是措施很多机会 是不是在这里 这样一百块嘛 还没有结束喔 美食我还没有卖喔 我刚给会员的抗讯是什么 再往上 我们就会减码嘛 因为从K线来看 还有机会 往上走 那不管怎样 这里是一百块嘛 轻轻桑桑 我是有出手 我也拿证据啊 我是真正赚到钱喔 我是在操盘 当四月底 大家在紧张 在换空的时候 然后最容易洗盘嘛 一百块 今天还在涨 星星呢 从135 145 155 165 有没有赚钱 当时这两党 都四月底都写在哪里 写在标题 公开的讲 那现在呢 那这两党呢 开始要找机会 往上做一个卖出 那一党一党做嘛 那现阶段来讲呢 这些股票 这些股票我一直跟大家谈的 你要了解法人 这里不是所有股票都在涨 就好像大盘昨天今天 好像没去嘛 但是AI股票还是涨啊 旅行社还是涨啊 不管是高价位 中价位的 或低价位的都一样嘛 重点是法人要布局啊 我们看一看美食 四月底 四月底 一开始投信再买 后来呢 然后呢 正经商外资都进来了嘛 所以我们该能够订了100元 看看信心 一样嘛 四月底的时候一开始投信再买 后来呢 外资 正经商全部跑进来了嘛 那我们大貴 美食在四月底是很好的买点 到现在一百块 那我刚刚讲美食是什么会员 美食是当股会员 一百块四月到现在 轻轻松松 那接下来美食 我们如果卖以后 我们就准备下一档股票 一档一档做 那往上应该有三层的空间 那我现在你空手的 或者你想买单一股票的 机会都在 这几天你务必要把握 那五月整理盘 不要去理会大盘涨跌 小兵地大工 大家不敢买的时候 就是最好的出手机会 你像这一档 这一档已经上去了 这一档已经上去了 那这一档底型这么漂亮 有机会赚一个波段 机会你要自己去把握 我们休息一下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迷失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你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股动乾坤 法人顾问吴老师 专攻法人超盘习信 拥有三十年股市实战经验 兼具短线与波段操作 素有法人顾问之称 茫茫古海 让专业诚信的法人顾问吴老师 带您早日迈向富裕之路 支付战线02 2752-5868-2752-5868 城东斗库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逐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待进一定待出 精选持股持股集中 保证待进一定待出 城东斗库拥有股票 期货双振兆 带您领先动心市场 稳戒获利无往不利 城东斗库值得托付 02 2752-5868-2752-5868 -5868 欢迎回到现场 大盘第一个连线已经开始翻扬了 第二个今天越线向上穿越季线 形成一个双重的房金支撑 那这支大概在1万5千7左右 但是1万6这里有紧线 所以拉回的弧度有限 那你要先做好准备动作 那拉回的时候要买什么股票 那事实上最近这两天 大盘没去 该涨的股票还是涨的 旅行是还是继续往上走 那我们今天一档一档往上 获利减码 而且都赚不断 那接下来 我们最近这两天 也一档一档在布局 那我说这里大盘 你不要看大盘这样 那你空手觉得 只是这一点点 你错了 大盘在这里整理 跟大型股有关系 但是中小型股 我举个例子 像雷虎二月的时候 这二月最佳买点 不只讲一次 讲好几天 也带会员出手 那二月的时候 我们买进去哪一天 这一天跌两百多点 最危险的时候 最佳买点 对家43、44 高加九成 九成 代进代出类类 目前在这里做整理 我们减码一半 那大盘有没有涨到九成 没有嘛 那我只是跟大家举例 这里有太多例子 包括最近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简单看一下 我们会员的持股 这里都是赚钱的 这乙伍养今天赚三成解码 对不对 那雷虎这个赚九成 这个就证明 我有真正赚到九成解码 目前洗盘 因为这个要护法律责任 我没有赚 我不敢写 看来涨上去了法人抬教 也是法人抬教 整理这个小赚 这个刚刚买进 那这一档 我们也可以给大家看 我说一赚二十几块 就刚刚讲的 欣欣嘛 那会员权益 我们不能掀开 但是全部赚钱 除了这一档 刚刚买进 这全部都赚钱的 我股票不多 一档一档操作 对不对 那这些刚刚都有谈到过 易飞王 雷虎 汉来 新兴 那美食 还有其他的 AI的股票 都一样嘛 那我给大家看一下 你像商户 这五月初 再看一下 中华化工 这四四月中 我说这里要卖 四月底五月初 对不对 卖了以后掉下来 重户相同模式 找这种主底的股票 那这是五月初 这四月底五月初 那是不是一档一档做 它是机会又来了 那你看华人买这么多 我说时光如果往前走 你错失了很多机会 但机会都在嘛 那尤其是中小型的股票 那涨上来以后 每个人都在讲什么 讲旅行社 我们月初 讲到月中 讲到现在 一档一档上去 对不对 往上赚三成以上 我们就会获利减码 都是涨幅排行榜 都是季报 大幅成长 我说你要注意季报 那旅行社以外 我跟大家谈什么 我是也跟大家谈到创意 谈到世新 谈到M31 我说你要进场 马上又是41块 谈到旺夕 那这一段 也大概20块 一辉往获利减码 对不对 那我们今天的扣讯 包括什么 简单快速看 一辉往减码 这是买进 信心赚二十几块 我们最近会卖 M31 马上赚41块 美食赚八十几块 是一档一档操作 专注低买 我说小兵立大功 超前部署 那现阶段 有什么股票 可以逢低买进 我们最近在进场了 那我希望你跟上脚步 你需要是真正能 带你赚钱的老师 谢谢大家 本层公司 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 并自负投资风险 人生动不动都在竞争 带我们去 去 众人生动不动就爱水环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